分享年份的第九道菜,红烧肘子 首先,我们准备一个收拾干净的前肘 表面擀上一只花刀,切到骨头 这样熟的比较快,肉里血水能焯出来,里面不发黑 凉水下锅,加料酒去腥 焯十分钟,捞出来备用 锅里加一勺水,大半勺白糖 把糖炒到枣红色,加入一碗开水 搅匀以后,盛出来备用 炒好的肘子,咱们用油煎一下 这样去腥,还好上色 加葱姜,干辣椒,炒香 加入一勺酱油,炒出香味 然后加水,这个时候把糖色倒锅里 加一个五香卤料包 加盐,冰糖和味精 再来点蚝油 扣盖炖一个半小时 用筷子一擦就透了,就熟了 盛出来放盘里 锅里放几勺肘子汤 加水淀粉勾芡 芡家能挂住勺子就行 浇到肘子上就可以开吃了 糖色后放是因为好多老铁 炒糖色会发苦或者太甜 后家自己可以控制颜色和味道 学会了,记得给老弟来个双鸡 感谢支持